欢迎回到新闻思想起 喝酒伤肝 过劳也会爆肝 沉默了器官 肝脏就像功能完善的人体化学工厂 聚烦 内分泌 代谢 解毒等等 都跟它息息相关 也正因为如此之重要 一旦只要出了状况 通常问题都很大 那么根据统计就发现 每年台湾大约有一万三千人 死于肝脏相关疾病 其中酒精滥用 更会增加癌化的风险 但偏偏我们的肝脏 是没有痛绝神经的 癌变容易被忽略 而如今 癌膜病患出现了新的希望 台湾首创的智慧社评热消融系统 以微创手术针对肿瘤 可以更加的精准治疗 定位过程还宛如医疗版的GPS导航 卫福部统计 每年约有一万三千人死于肝脏相关疾病 其中肝癌名列十大癌症第四名 致死率却是全国第二高 主因是肝没有痛绝神经 有症状时通常已经相当严重 台湾过去是肝炎盛行国家 曾有三分之一的国人都有肝炎 具备完备的筛检系统与优秀的医疗技术 像是常用于治疗早期肝肿瘤 俗传电烧的射频热消融 近年也有重大技术突破 你看到现在这个消融的区域正在变大 经过精准导引 把这个针放在正中心适当的位置 它所形成的球体就可以覆盖出 任何三公分以下的肿瘤 台大医院癌症微创介入中心 与工研院共同开发 全球第一个整合微创手术 超音波影像与演算法的高阶医材系统 智慧射频热消融 操作方式就像是医疗版的GPS导航系统 所以当我们给病人做超音波检查 做超音波治疗的时候 我们同时也在做断层的导引 或是核子公正的导引 也可以做事前的计划 所以我们是照着计划来进行的 我们知道肿瘤在哪里 知道怎么样的路径会到达这个肿瘤 我们就沿着这个路径去做进行 所以换句话说还没开始治疗 我们已经完成了百分之八九十 融合影像即使比对病造未至 提供避开血管与组织的GPS最佳路线 消融针只需沿着路线操作 如果偏离位置还会提醒你走回正轨 演算法还会自动判断输出功率 时间确保消融温度 过去这项手术全靠医师经验与手感 因为消融时产生的气泡 会挡住医师视线 导致难以判断消融范围 必须穿刺多次 伤口多又常伤及无辜 如今这套系统内接AI感测技术 会自动判断是否达到设定消融范围 等于是国内的产业在这种高频的设备上面 又更往上一接这样 就从本来只有去做这个电烧的这个部分 做到精确地去控制这种高频的能量 然后用在这个医疗上面这样 特别是在尾虫手术的部分 所以等于是带动国内的这个产业的发展 然后把这个相关的一些供应链把它串起来 从设计到组装 生产 通通都是MIT台湾制 就连消融的针管也是大有玄机 其实我们现在是走一个水冷的路线这样子 所以其实在1.5mm的一个管径里面 它还有一个等于是水路的循环墙 这个水的用意的话就是在烧的过程当中 它可以针对真体本身做一个冷却的效果 因为如果真体过热的话 其实它就会跟旁边的组织 就像我们在煮饭的时候那个炒锅 会去跟你的肉可能会去黏在一起这样子 对 那如果你的锅子是有一个冷却效果的话 其实会避免这个肉 就是我们的肝脏组织去黏在这个真体上面这样 所以就可以避免一些那个 就是沾黏的一些问题 就像MIT医疗设备更曾获得 2023年全球百大科技研发奖 目前已经在台湾落地可用健保给付 如今更已销往国外 扬名海外 未来还可应用在甲状腺 肺部 乳癌肿瘤 肝癌除了原发性癌外 其实也有一部分是从别处转移过来 肝脏油肝动脉和肝门静脉双重攻血 血流量非常丰富 全身各器官的恶性肿瘤都可能因此转移到肝脏 可以说是最无辜的受害者 其实对于多处的转移或是寡转移的一个部分的话 你还可以透过放射线 立体放射治疗来治 所以在这过去我们认为是要放弃的 或是要回家买单的病人来说的话 我们增加了一些效果或是增加了另外一线的治疗的一个可能 会有点像热毛巾湿湿热热的放轻松就可以了 全身立体放射治疗的固定模具 就像是帮病人客制化手术盔甲 像是头颈部的热素膜 会依据病人头型造膜 放射时会用双手捏缩脸型确认标靶位置 确保放射治疗时能够精准不跑位 如果是肝脏胸腹部位需要放疗 则是使用真空塑形垫 再请躺下来 往下睡一点点 因为肝脏会随着呼吸有2.5到3公分的振幅 为了能够做到精准对位 病人会躺在客制化的塑形垫上 再透过腹部压板最大程度控制肝脏移动幅度 加上专业团队全选治疗靶区 以及4D影像导引 达到精准短疗程单次高剂量的放射治疗 还可同时治疗多科及多处肿瘤 传统的放射线治疗的话 假设我们用二战来讲的话 那就是B52轰炸机 没办法很精准 我就是投了炸弹 就整块就轰下去了 所以就是大小通杀 这也是大家过去对放射线非常诟病 非常害怕的一个部分 那接下来到了立体放射治疗 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雷射枪 或是其他的这个比较精准的 我只要针对我看到我就打得到 那这样其他的部分 再透过其他的设计方式 我可以把其他正常组织的伤害降到最低 亚东医院与阳明交大进行转移医学研究 更发现精准高剂量的立体放疗 不仅可缩短疗程结合肝癌第一线标靶药物雷沙瓦合并使用 存活率比单纯使用雷沙瓦还要高 在转移的部分不只是肝脏的地方可以治疗 那还有其他的淋发的转移 中隔腔的一个转移 甚至是肺部上的转移 其实都可以来进行这样立体放射治疗的部分 但实际上在目前第四期除了放射线治疗 那药物本身也一直在进步中 所以我们需我觉得是不要那么快的一个放弃 透过AI演算技术不认是立体放射治疗或是智能射频热消融 都为肝癌病患带来更为创更精准的治疗方式 其实我们的肝脏只有自我修复能力 从健康到产生肿瘤 通常需要10到20年时间 与其等到生病了才来痛苦 不如及早预防 国民健康署明定每日建议饮酒量 以浓度3.5%一拉罐啤酒来换算 男性最多喝两罐 女性则是一罐 看起来无伤大雅 小酌一番 但是真的对身体无害吗 在过去认为说喝酒它少量 比如说一天小于25克的话 它是可以增加心血管的通畅度 可以增加我们的存活 那实际上经过他们的大量的一个大规模研究 发现你每天重死是小于25克的一个酒精 那红酒你跟没有喝酒的人相比的话 它的存活率并没有因此的上升 你就是一个慢性摄取酒精比较多的人了 你的应酬你喝酒 然后你甚至已经有酒精成瘾 这些人当然就是高风险 第二你本身有B型肝炎感染 气型肝炎感染 代言者或是你家族里面有这样子的病史 家族里面有肝癌的病史 有肝硬化的病史 即使你没有任何的问题 也会坚定你定期 特别是在你的年纪 例如说男性在50岁以后 女性可能在60岁以后 建议你定期都要做追踪 可能几个月 三到四个月 最多半年 可能就会建议你做一次超运波跟抽血 俗话说肝如果好 人生是彩色的 肝如果不好 人生是黑白的 肝就是身体最重要的代谢器官 从消化食物 储存物质 代谢 解毒到制造凝血因子 都要仰赖它 但肝脏没有痛觉神经难以察觉 随着现代人饮食习惯作息的改变 代谢性肝病变 也就是俗称的脂肪肝 恐将成为未来肝病主流 唯有不喝酒保持健康饮食习惯 别等到肝出状况 再懊悔也来不及了